27日报道 俄黑海舰队司令维克托·索科洛夫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 黑海舰队正在坚定地执行司令部下达的任务 俄报纸报网站提到 乌克兰军方近日称索科洛夫在乌军对俄黑海舰队总部发动的袭击中死亡 红新电视台报道称索科洛夫在采访中说 黑海舰队正在自信 顺利地执行司令部下达的任务 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 海岸部队正在顺利地执行任务 他还说 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电视台经常报道海军陆战队的功绩 报道中还配有一段索科洛夫接受采访的视频 红新电视台27日称 这是索科洛夫接受采访的画面 报纸报网站也对上述采访内容进行了报道 报道提到 乌克兰军方近日称索科洛夫在乌军22日 对俄黑海舰队总部发动的袭击中死亡 报道称 俄国防部26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 俄防长邵伊古主持召开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 帖子中索配视频显示索科洛夫参加了这场会议 据俄新社26日报道 当被问及乌方称索科洛夫在乌军对俄黑海舰队总部发动的袭击中死亡有关问题时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回答说 这属于国防部的权限 我们无可奉告